对了 师兄 什么 他想问你 既然你来了 那么叶若依呢 雷乌节啊雷乌节 都被人追杀到天涯海角了 还想着儿女情长啊 当年师兄被追杀到天涯海角的时候 不也见了一下自己的老情人吗 都是人之常情嘛 这里的酒不错 你也来一些 真的 那我不客气了啊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长得跟唐莲一样 声音也一样 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 甚至 连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都学来了 可是有一点你不知道 只要说起男女之事 唐莲就会脸红 李兄 你怎么来了 我师父可是货真价实的道见仙 他算到你二人山下有此一劫 让我前来相助 那就多谢李兄了 没想到雪月成一别 我们二人还有机会携手 那个萧瑟呢 萧瑟引开了两个杀手 他想我先解决到这人 再过去寻他 可是 这人可比想象中要更加难对付 要不快点解决他们的话 不可能不可能 萧瑟那狐狸怎么可能被杀 一定是跑走了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抓紧了 好 疯怪 你的剑不错 可有名号 没什么名号 自己刁的 之前有一把被雪月剑先给折断了 这把下午才刚掉的 没有名字 雷兄 我们似乎会有缘分 不如你取一个 那 你觉得叫醉哥如何 醉哥 和叶 醉酒高歌 少年英雄 雷兄 这次若能脱险 有机会一起携手闯江湖 好 唐玲 带着叶姑娘离开这里 可是 师父 还没有做出选择吗 在这一刻 我的确还没有做出选择 但是百里师父教过我四个字 平心而动 来 拦下他 我来教你 你 唐泽 这唐泽 是